Vippy 主持人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對懷舊小吃的看法如何 可能很多朋友都沒什麼興趣 舊東西就一定不好 當然懷舊小吃如果是今時今日還找到 應該就是有些獨特的特質 可以吸引到人繼續去購買 做生意人繼續投資 今天Vippy 繼續在將軍澳寶林 繼續尋寶 找到一間賣懷舊小吃的店 看上去Menu 看到左邊有些 很漂亮的缽仔糕 上面有些白糖糕 右邊有些齋 齋鴨、齋叉燒、咖喱齋 至於這間店的主打 應該是紅豆糕、鬆糕 還有右邊 左邊才對 這些是巨型的芝麻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芝麻卷 或者有沒有聽過 不吃油沙姐 歡迎來到Vippy 主仔 Channel 還沒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Vippy 主仔 Channel 歡迎來到Vippy 主仔 Channel Vippy 香港系列的林基懷舊小吃 在將軍澳寶林 繼續尋寶找到這間賣懷舊小吃的地方 除了應該是最受歡迎的糯米池之外 Vippy 非常之喜歡 而現在看到Vippy 想出片 介紹一下這間商店 其實就是它的巨型芝麻卷 其實它的位置就是 在寶林地鐵站一出來 有MCP的購物店 就在MCP Discovery那邊 如果說回新都城的屋苑 就是新都城屋苑第三期的底座商場位置 在Level 1 Vippy 就找到這間 想技 如果來到MCP Discovery那邊 就會 新都城屋苑三期 樓下會看到有一間很大的圍康 叫做Work on Fresh 以前再大一點 裝修後就宿窄了一點 旁邊就用來開了食事 而在這間 Walk on Fresh 的對面 就會找到這間 林基 懷舊小食 這間店鋪 就專門去買一些懷舊小食 店主也都比較有心思 去佈置這間店鋪 例如你看到那些產品 大部份都放在最前面 在店鋪裡的螺絲 看到有不同的懷舊擺設 包括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最右手邊的工廠 就放在以前 大家可能都會玩過或者見過的玩具 通常這些店鋪 Wippy 就比較喜歡去荃灣那邊 荃灣那邊 荃灣有幾間 就很久歷史就很出名 譬如麻豆糕 紅豆糕 或者是一些芝麻卷 但是現在的布林 都開始慢慢出現這些懷舊小食的店鋪 當然 豬媽很喜歡吃薄仔糕 通常 Wippy 薄仔糕 也許豬媽 就比較有要求 要去到上環那邊 有一間薄仔王 或者是 以前 就在蘭桂坊那邊 有對公公婆婆 在街邊賣的薄仔糕 是非常好吃的 現在疫情關係 Wippy 都很久沒有去蘭桂坊 不知道薄仔糕還在嗎 當然 薄仔糕是很多地方可以找到的 因為這裡挺受歡迎的 但是這裡這間薄仔糕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還有這間懷舊小食 也有些齋菜 看到左邊 Wippy 平時如果真的有機會去吃齋菜 一定會去點的糊頭魚 另外 其實Wippy 自己有些個人喜好 小小時候 跟Wippy 爸爸媽媽去喝茶的時候 看到酒樓有的話 一定會去點這個芝麻卷 Wippy 第一次吃芝麻卷 也是在酒樓的點心 現在的酒樓應該比較難找到 偶爾 偶爾 都會想點的 但是看到這間懷舊式的芝麻卷 比一般大 同類的產品 要去到銅鑼灣燈籠街附近 才找到 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什麼叫芝麻卷 的話 再給大家看一幅 緊照 所以 Wippy 見到 在我們將軍澳這裡找到 就即時買了 回家 自己去享受一下 當然 剛剛也提過 《B announced a million bucks》 博馬會喜歡吃苹仔糕 所以你看到 Wippy 買了一些什麼 就能貨很多 勃仔糕 燒賣 以及 這個 Wippy 最喜歡吃的芝麻卷 就能鑽太甜 咬下去很彈牙 Wippy 推介給大家喜歡 那大家可以再試試 其實這一星期 尤其是明天 就是人一,兔年農曆新年 祝大家可以瀑布高升,心想事成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懷舊小食其實就有很多種類 除了剛才那些濕濕的,不同的膏之外 也會有些比較乾一點的 不同的糖,譬如龍鬚糖 大家有沒有吃過呢? 而它的產品也有一點適應現在的潮流 譬如是一些比較低糖的 還有廣東名牙說龍鬚糖就不黏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如果吃過的話,大家會發現龍鬚糖 因為它的糖會比較黏著牙 這款就應該改良了一點,它就說不黏牙了 另外它還有一些其他華舊產品在售賣 包括一些比較舊式的 以前比較流行的金屬的杯 和金屬的碟 那這間店其實另外有個遊戲機 給小朋友玩滾動波的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那部遊戲機有小朋友在玩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這間店 就再看看,就知道究竟Rippy在說什麼 店舖老闆也有Facebook Rippy找到,都讚好了 如果大家對懷舊小食有興趣 除了剛才的膏和糖 另外當然是一些餅 老婆餅最有名 又榮華又奇華 但實際上,香港還有很多傳統店 都有買不同的懷舊中式餅 特別的一種叫做酥餅 叫做摩托酥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Rippy 其實有時候都喜歡說懷舊的東西 但摩托酥對於Rippy 來說 都是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Rippy 都去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包括在這間近佐敦道附近的懷舊餅店 買了一個摩托酥去試一下 看看裡面是什麼 另外,你會看到今時今日 這個2023年的價錢 或者2022年在賣這個價錢 5元一個老婆餅 不是很多地方找到這個價錢的老婆餅 真是便宜 我會覺得很便宜 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記得訂閱我們Rippy 主意的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以及歡迎留言 去分享一下不同的環球消息 因為摩托酥 所以Rippy 去研究一下 收集了一些資料 出了一集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集301集 去看詳細資料 要理解一下摩托酥 在哪裏 入面有什麼餡 好吃嗎 其實吃一個就差不多頂了兩碗飯 為什麼呢 入面有什麼餡 寶林當然不是只有小食 有很多美食 如果大家有聽說 Rippy 都會買到寶林是美食天地 商場又非常大 全球最大的商場就是寶林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可以來Vippy 主仔去看詳細介紹吧 另外Vippy 主仔頻道 不單是介紹一些飲飲食食 最主力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將軍澳 以及香港的大型的施工 大型的基建 例如 將軍澳隧道 和寬大橋 還有 跟我們 將軍澳街坊 甚至整個東九龍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基建 這個6號幹線 Vippy 都有詳細介紹 究竟工程的範圍是多少 用多少錢 怎樣整法 最近的施工情況 其實Vippy 有不同詳細的影片 可以介紹 大家有興趣 來Vippy 主仔頻道 找回基建工程的Paylist 去看看吧 時事留心即學問 多謝大家收看Vippy 主仔頻道 我們下集見 如果想看Vippy 主仔頻道 其他影片 歡迎來到Vippy 主仔頻道的網頁 例如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有些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些特別的最新發展 亦都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一張藍田隧道 接近500英工程 由無道友 究竟有些什麼特色之處 Vippy 也有超過二三十六片 每段時期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了 另外Vippy 主仔頻道 還有一個最新的Paylist 或者Series叫做Vippy Co3 這個系列專門去分享一些統計的數字 不單止只是張君佬 或者康城的統計數字 全香港不同類型有趣的數字 其實都會在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去讓大家可以看到統計數字的變化 比如這個就講到最上十八個月 究竟張君佬哪一區最多的樓宇成交 這些這麼特別的內容 只有Vippy 主仔頻道讀加油 Vippy Co3 記得來這個Paylist 找這些內容去看看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Youtube的P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Vippy 主仔不同的資訊分享 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 有一個網頁叫做Facebook 日出康城 Group Vippy 主仔頻道 記得加入這個Group 就有個Time Sequence 去看不同的分享 日出康城的Group 最主要是日出康城的資訊 剛才所說的Vippy Co3 有趣的統計數字 就會另外有一個Group 叫做Vippy Co3 Facebook Group 記得去加入這個Group 旅行的時候 。